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吉隆坡五级免登黄金三角区 来到第五阶段的有条件行动管制令 许多经济领域已经开始投入运作 人民也开始复工 因此可以看见马路上的车辆明显增加 出现人潮 不过在这里还是要提醒民众 如果没有必要就不要外出乖乖待在家 让我们一起挺过这一波疫情 量体温 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 鼓励使用无现金交易 逐渐成为有条件行管令下的新常态 其实这些政府处的这些SOP对我们人说是好的 因为是确保每个人的安全 开始推出一种就是叫做Drive-to的Service 就不需要一个顾客的拥挤在这里等待 就是他们一般他们给了我们订单 在30分钟以内他们就可以来直接取 为了减低人女人之间的接触 许多商店包括银行都大排长龙 禁止民众易拥而入 就是现在就是要排队 什么东西都要排队 写名字然后去市场也是不要怕 因为不知道谁有看不到的东西 各大百货商场已开始营业 不过在进入店内之前 必须填写个人资料及检测健康状态 以方便追踪 原本能承载大约40人的公共发誓 在有条件行管令期间规定只能限制20名乘客 尽管政府允许民众外出 但大部分民众应避免麻烦而选择外贷 现在跟以前很不一样了 所以也没有出去吃东西了 晚上就是在家你自己煮哦 因为你每次出去啊 回家都要冲凉洗头 回到家就要换衣服 这我就不想出去了咯 海菌干净的东西咯 是摸过什么东西也好 最好是心里点洗手啊 喝多点水 所以大家要照顾自己 照顾自己身体咯 随着行管令制度放宽 民众过准外出 但个人及公共卫生仍不容忽视 做好防护措施才能避免病毒找上门 大约新闻李婉俊 林仁军 马来西亚报导